安把關 接著注意的是 20號以及25號這兩天 明明各有出售7份及3份炒果條 卻沒有任何通報紀錄 這個原因非常多 不過因為每個人本來對於 吃到同樣的劑量 他的感受性就會不一樣 體重也會影響 20號和25號沒有病患 不代表食物沒有被感染 只是可能攝取的量比較少 算一算 90億筆的消費紀錄 累計9天的營業額 僅有3萬9千多元 生意淒慘 尤其事情爆發後 第一時間直擊 保齡茶是新一店 客人量也是少至又少 月底的時候 這邊合約會到期 對 那合約到期是 本來就在計畫中的 還是是想 就是因為有發現事情 不是不是 本來就在計畫中 新一店租約到期 原本就預定3月31號關店 專家分析 這樣的營業額 恐怕也很難營運 這個店的所謂的銷售量 應該是很低的 這項數字裡面要去消化 每一天當天的新鮮的食材 幾乎是不太可能 所以難免會有這些 比較庫存 或者是過時的食材 專家分析 店鋪營業額不佳 不可能在禁貨外 加上3月底關門 即將停止營業 外界質疑 是不是清庫存儲問題 釀成意外關鍵 是檢警和衛生單位 接下來的計查重點 三地新聞 王成瑜 羅佩玉 台北